燒到變形的冰箱 兩個人扛已經好吃力 還要通過一道道窄門 才能搬出去 房裡被燒到焦黑 協助火場清理的慈濟志工 搬完傢俱再清出一袋袋灰燼 清出客廳志工仔細 向許女士分析 接下來可能面臨的修復工程 許女士是個單親媽媽 小兒子獨自在租屋處玩火 引發了火事 所以五人傷亡 卻把安生的家燒光了 祝榮志災當時 許女士六省五主 所幸慈濟志工跟里長一路幫忙 更動員了志工一起整頓家園 二十多名志工三個小時 就把火場清空 讓鄰居好驚訝 雙手滿身都是灰屋 疲累的志工卻滿臉笑容 要給許女士更多的支持跟鼓勵 大愛新聞真善美志工蘇陸山楊美燕 屏東報導 散 aquí activism 說明明年 第一次中國立場 台出 áo昭